好继续带来关心台东成功一名60多岁的林姓妇人 17号上午跟亲友前往了封冰箱十梯坪海域采摘海菜 那么过程中疑似失足溺水了 那么同行的亲友就发现将她救起 不过当消防人员接触到妇人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 立即将她送往布立封冰分院来急救 获报后第一时间赶抵现场的救难人员 将落海的妇人救上岸后立即实施CPR 不过由于消防人员接触到妇人时 发现她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AUD也不建议电击只能赶紧送医 而在途中光复分队TP也接驳 失于古增后送至封冰分院抢救 到达的时候患者已经被 他的舅舅已经拉上岸 我们那个同仁就利用那个 准备板固定 LUKAS 然后AED 不建议电击 就从那个岸边拉到上面去 之后就直接送到那个封冰分院 拉上岸的时候已经落卡 家住台东成功镇 60多岁的这名妇人 17号上午与亲友来花莲封冰箱 十梯平的海域采海菜 过程中疑似失足溺水 同行友人发现后将它救起 消防人员现场接手后续处置 立即将它送医急救 而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也任带调查 记者是玉兰 封冰采访报道